美国歌手火星人布鲁诺 于9月7日和8日 在高雄市运竹场馆举办演唱会 信了10万8千名观众入场 演唱会结束后 他在微博分享了43秒的演唱会片段 对歌迷们表达感谢 然而他在文中却使用了 谢谢中国台湾的词句 引发台湾网友不满 火星人布鲁诺的IG上 原本使用谢谢台湾 和中华民国国企符号的贴文 也悄悄被修改成谢谢高雄和爱心符号 进一步激怒台湾网友 没想到生意持续发酵之际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火星人布鲁诺 原定于9月22日 在深圳举办的演唱会行程 无欲仅消失了 却因为有官方公告 疑似被此次事件波及 这些变动让网友们感慨 他陷入了两面不讨好的局面 嘲讽他里外不是人 并好奇他在未来 是否还会再来台湾演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